有留意我Facebook或Instagram都會知道我最近忙著搬新屋 撿東西的時候我就選了10樣的胸瓶產品和你們分享 由頭到腳開始 第一樣分享的是頭髮的補充 這個就是Sugar Bear Hair 這個在美國是一個非常暢銷的頭髮補充 我想如果你有玩IG一定會見過 它是一個素食的Gummy Bear 每一早就吃兩粒 其實我都吃了好一段時間 當初為什麼會接觸到呢 就是在Instagram一定會看到覺得很有趣 第二就是發現原來我的閨蜜 連人都吃開 她的頭髮很漂亮 所以我就要試一下 其實應該大概吃了一個月左右 你開始會感覺到 你的頭髮的生長速度是快一點 其實指甲和頭髮生長出來 都感覺到是健康一點的 其實我當糖的吃得到兩莓椒就兩粒了 接著輪到眉毛的部分 眉毛其實我是用Gill Stuart的眉粉 應該都用到第三盒了 你會看到這個用完了 它有三個顏色 一個是一個很淡的啡 然後中間是一個Mocca的啡色 還有一個深啡 我就覺得這盒眉粉非常之實用 因為我會用中間的啡 和深一點的啡 來用我的眉毛 淺啡其實就用眼窩和鼻影 就非常好 而且裡面的掃雖雖然小小 但也很實用 我保持著這些頭髮顏色 其實都是用這個眉粉 我已經買了新的一盒 那盒應該是我第三盒了 到眼妝的部分 那我用完就是這盒Dior的眼影 讓你們看一下 其實已經看到底了 裡面的五個顏色其實都非常適合我的 如果 看看我一天會出這個 但是這個深紫色變成啡色 那我一定會再買 其實Dior的眼影質地也不錯 而且我覺得 因為它五個顏色裡面 有一些是淡淡的珠光色 有些是有閃的 變成其實你做不同的層次 或者變化的時候 都很方便 那我前一陣子 應該是早半年 其實我一直都是用這盒眼影 那現在去工成身退了 因為用到差不多都會換 你拌勻完掃 拌勻 拌眼蓋 有些眼霜的拌勻下去 差不多就最好就換了 那我最近就買了一盒新的眼影 下次再跟你們分享新的一盒 然後呢 不如還是分享彩妝的部分 這個呢 就是Oni會出的碎粉 當然我是率先用的 它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粉紅色盒 還有它是有鏡子的 也有一個盒子在這裡 其實你可以定妝或者補妝都可以用它 也不是太大口 那先去銷售一下 Oni這個碎粉 它有10度防曬 所以有時候你補妝都可以補到一點點 另外它是一個天然有機的成分 所以其實對皮膚一點傷害都沒有 又不會阻塞毛孔 還有現在呢 你們喜歡有很光感的妝 你很薄的下這個 完全是不會影響到你那個亮的 所以到時候出的時候 你們記得試一下 然後不如輪到嘴唇 這個就不是化妝品 這個是我去年在美國去紐約的時候買的 就是Glossier 我想如果你有玩Instagram 應該都一定會見過的 Glossier是一個美國非常紅的品牌 這個是Rose Balm.com 其實有點像木瓜霜 本身是甚麼都可以塗的 但我喜歡晚上口茶浸在嘴上 它有淡淡的玫瑰花香味 很舒服的 第二天抹了它就沒有了死皮 這個都快要用完 這支是沒有色的 有些是有色的 接著就輪到護膚品 一定不少就是這個 Blissy的Super Serum 我相信有看開我的人 一定不會陌生 還有Carrie Caries的Best Seller 其實它是一支粉紅色透明泡泡的精華 其實相信用過的都會知道 是非常保濕非常好用 我有很多朋友用了都停不了 其實跟自然面膜一樣 都是非常棒的一個精華 重點是千萬不要省著用 所以一支其實用一個多月而已 早晚都用 如果你乾皮膚用兩噴 平時基本用一噴半 就可以保持皮膚水潤飽滿 因為裡面有紙釘幫你鎖水 所以跟一般的保濕精華是差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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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其實我的臉霜都用完了 我正在用這個Sell Cure韓國品牌的臉霜 我們也有買的這個 還有還有優惠 如果你們有留意 其實我去瑞士的時候 都是用這個美白臉霜的 第一我覺得它的質感夠潤得來又不黏 第二就是其實很多美白臉霜的質感是爽爽的 而且沒有什麼 其實我不覺得美白臉霜真的會做到白痴 因為始終它是表面做了一個保護 但這個其實我覺得它也有一點點 因為我最近用的精華全部都只是保濕 但都保持到光澤和白淨 相信是它的功效 早晚也可以用 我在瑞士比較乾燥的天氣也OK 在香港就算日暗一點 用少一點點 晚上開冷氣用它又夠潤 所以這麼快就用完了 它的質感也非常好 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是一個很推薦的產品 這個Liricals的卸妝水 我們店裡也有的 是一個除了下得很乾淨就應該 但是因為它有海洋精華在裡面 氣味很舒服 第二就是它很保濕 它擦完之後 我通常都是擦完完 然後洗澡 然後洗臉 有時候有些卸妝水擦完 臉是慢慢緊的 但這個就不會 而且也擦得很乾淨 幾快就全部的化妝都擦完 就可以試試這個 洗完臉部 就輪到身體的部分 身體的部分 當然一定要看的 就是這個LuxLab的Buzz Duo 雖然這個品牌慢慢廂 但最後這個產品其實也很棒 我身邊很多朋友都用過 只會是讚 和說真的可以 最簡單直接的形容 就是谷M的效果 是女生你就應該會明白 我想我都用了五六七八五套 不等的 也是想保持住 其實除了想封滿一點之外 其實也是幫你可以堅定一點 挺一點 感受年輕一點 最後一件想分享 就是這個MiuMiu的香水 都差不多用完了 其實它幾個顏色我都用過 但我覺得這個黃色的應該是最適合我 氣味比較清一點 還有花味一點點粉 一點點的感覺 分享一點點就是 我噴香水比較少 好像坊間一樣 噴在頸子 噴在手腕這些位置 我通常就是換衣服的時候 穿完內衣 就這樣 噴比較多 在身體的位置 然後才穿衣服 那我就覺得 一來那個氣味其實會明顯一點 二來其實都長久一點 那你男朋友抱下來 你都會聞到 就不用那麼 攻鼻在頸子 或者手這些位置 希望你們都會喜歡我這十個產品 部分的產品 在Carrie Carries有得買的 其他的都是在品牌那裡 我會逛街的時候買的 那我的意見也是個人分享 那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自己也可以來門市那裡試一下 那接下來呢 下個星期就會正式入伙了 那我其實也很緊張的 但到時候也很開心 可以有多點空間 拍多點不同的影片 再和你們分享一下 那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 拜拜